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珊 股市瞬息万变 一定要锁定33老师的节目 要记得哦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全文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体感温度大概有50度 那么在这种这么热的行情当中 我们的股市却是一个大闷国 今天的量真的非常非常的狭小 创2020年11月4号以来的低量 大家为什么全部说起来了 天气太热了吗 在这里大家应该等待很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到底今天下午 我们的国安基金出来开会 到底要不要互盘 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本周台积电大力光的法说会 大家屏息以待 第三个 美国他们在周四 会公告一个CPI物价指数 大家又在预期到底会怎么样 当然最主要的是 今天礼拜一 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棋子或是雅谷 都是呈现比较弱势的走势 所以造成台股今天非常的可惜 今天的确是开高 但是各位有没有记得 珊珊老师那天给各位的关键价 所以这个行情今天顺势的拉回 又造成了极度亮缩 后市该如何面对 今天大闷锅 大家不要闷坏了 在这种如此炎热的天气当中 大家需要心平气和心静自然凉 今天我所看到的是 很多的重型的股票失速了 但是在同样的时间点 我看到了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持续的加速当中 一个失速 一个加速 大家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你要坚持 未来有成长性的股票 你要好好的找机会 当然从礼拜六礼拜天 到了今天礼拜一 我们都会看到一则重大的news 也就是我们政府官员在说 要抓秃鹰啊 唉 这个行情下跌到底是谁的错 筹码乱掉了 还是秃鹰 还是阿多宅 我想所有的一切 不是某一方面造就的 应该是整个市场的情绪 所以由这件事情来看 我们台股会很快的 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那么正常的轨道当中 你的策略是什么 首先请各位注意了 如果你一天到晚 怕指数的下跌 或阿多宅的提款 请你先避开重新股 而中小型的股票 请你注意我们的内资 持续的呵护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赖一个台股管 赖是小拉索QQ33 台股管是股市福建金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差别是 赖的部分的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剖图剖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照把你连结了 至于Tilegon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射 演变个股的操作 李宗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我们大盘的高点 排列有些奇怪 三三老师礼拜五给大家那个关键数字 今天我们后面三码跟我给大家的是一样 但是它的排序不对 请看 今天大盘高点 那我再跳回礼拜五 礼拜五我跟各位说 到这里有一个多方缺口20点 这边形成了一个明亮星 那么我给各位关键价是14552 跳回今天 有了这几个字都在上面 但是排序不一样 所以今天开高盘 冲到这里挡住了 没有越过552 只来到这个关键数字之前 所以这个行情直接下跌 而那天我也讲过 今天礼拜一必须持续的续工 而且一定要过关键价 否则周五的多方缺口一补 结果今天真的补了 为什么行情会这样呢 很简单 今天这里没有冲马上反打 再冲一次没过继续反反杀 所以今天整场来看 这个量真的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低量 当然今天的一个凶手是来自于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重型的股票 四大全重股全均覆没 台股又是加全指数 所以让他们的带领 使得台股看起来这样子扁扁的 但是今天上涨加速真的比较少 三百多家几乎都是下跌的 那么在今天这个极度量缩 那当然今天这根K线它又是一根大阴线 今天跌了124点收在14340 而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我说过 单一K线叫做十字红 那么十字红当中只有两点的一个肚子 所以上下非常的均衡 来到今天这个格局很不幸 它是用开高盘 但是没有过关键 所以把周五的缺口给毙了 今天形成这根K 这根K缩来 它并没有特殊的非常的大 好的地方是今天极度量缩 这个量各位可要拿放大镜 前两天的一个反扑 但是到今天直接的给它缩下来 因为大家在这边等待很多很多的news 所以呢 今天形成了一个形态叫做量缩整理 关键价我还是要给各位14552 因为连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 来到这边刚好出现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十字红 而这个十字在短线你必须要越过 不然在这边会比较辛苦 所以呢 今天无功而返 补了缺口 还好量缩 所以还有救 因为大家今天都在观望 国安基金开会到底要不要护盘呢 台积电本周是要法缩啊 所以啊 在这个种种news的干扰之下 大家呢 就是静观其变 所以造成这个量直接缩下来了 好在这根k线伴随这个量 所以杀伤力不大 所以注意了 明日还是必须功过周五的高点 如果不走这条路 还是会再度的陷入整理 盘我解完了 今天这个量缩在那边 表示很多大脚没有认证到里面 那么大脚没有认证到里面 今天一大早 我就有贴那个图给Telegram的粉丝 我跟大家结的这样一个盘式 所以今天杀杀老师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因为我要的是关键买卖点 今天一大早 这格局就弱弱的 所以我没有再做新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发现 这张股票每天都非常的活泼 每天都电力十足 虽然大盘下跌 这张股票在这里立马就翻红了 今天形成小涨的动作 礼拜五是这个样子 我说过它年增率一直在成长 有13.9% 所以这个呢 它跟我们的政府机关有比较大的订单 因为现在不管什么店 反正所有店的 您讲得出来的跟它都有些关联 所以当大盘一路崩跌当中 这张股票打了一个这么漂亮 特殊的一个底部 所以在周五 我在这边画了一个收链 然而这个地方是它短线的压力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 今天它在这里一根红色的 但是量还是稍嫌不够 虽然跟整个大盘来比较 它是上涨的 因为大盘整体是量缩的 所以它也缩下来 但是这个底真的非常的特殊 如果这个底要我再跟你们解释 我会说这边在一个翅膀 这边在一个翅膀 一个这样的底 它不是一样很尖的 它是有点平 然后两个 那么这边当一个翅膀 这边当一个翅膀 等这些翅膀全部做完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种飞的状况 所以这张股票 各位去想 当大盘一路崩跌之际 这股票却是逆势足底往上 所以同样的时间点位 你想操作策略是不是要不一样 在这边有今分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接下来 这个呢 大家注意了 这个利多出镜了嘛 今天一大早 大家头条应该有听到一个news 也就是呢 这个公司 它的妈妈就是广运 对不对 广运跟他一起呢 有入主一个盛星做第三代半导体的 那么今天头条呢 也就是呢 那个鸿海集团 他们也入主了盛星这个公司 盛星它主要是来自于第三代半导体 那很多人说这个news出来了 郭老板要踏足 他们也踏足 那为什么这张股票今天开高 然后这样子下来 是不是利多出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利多出镜吗 大家想一下 礼拜五 大涨 今天这个样子 这张股票我说过 它没有融资券 所以进去跟出来的都是实质单 那我来看呢 这张股票 它没有失控 因为呢 当时这张股票 从这边打了一个底 在这边拉成一根这个线 持续的返布了两天 然而在今天呢 那它形成的是 这根黑 它来补这个缺口 那么以目前形态学来看 这里都是主力 一直在这边做一个滚量的动作 当一档股票 它要往上面爆冲 能够量滚量 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量 再滚量上攻的话 那么整个底就非常的完美 这张股票记得 筹码很干净 没有融资融卷 今天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好好的注意 还是害怕 接下来这张股票会非常的精彩 连郭老板都要入主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那么这两个公司 早就已经入主那个盛星了 所以今天呢 一大早还没有开盘前 就有po一个news 在我的teregram上面 如果大家想去好好的看 到我的teregram上面去看 接下来 今天这个 滚狗卫星 也是没什么动作 这边形成了一个叫做连续星 这边已经好几颗了 那么今天因为今天整个大盘本来就是亮缩的 这股票它没失真也没有在破底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大家好好的找机会 因为这一块近期有很多人在讨论了 这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然而这张股票呢 融资或什么的已经轻了一部分了 所以到这边也是属于一个筹码比较干净 比较稳定的状况 接下来还有一档股票呢 就是这一档台日混血儿 今天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收红 它是收小黑 但是这个量呢各位看到 几乎要拿放大镜 量不见了 所以当它在震荡当中呢能够量缩 代表呢这边进去筹码都没有出来 所以形态组合这边已经好多颗五六颗的一个星星了 这种连续多星 而是这种打底的状况 这种股票要多多留意 我跟各位说 主流等的是一个引爆点 当整个市况不好的时候 在闷的行情当中 这个股票它是进行了量缩 表示进去的筹码都不想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请大家心平气和 不要因为天气热了这行情闷了 哎呦你就不喜欢台股 要爱护台股哦 这些股票要怎么做怎么买 来找护国神山 接下来 应大家要求 499吃到饱再开放一天 希望大家能够霸占三三 大家就可以跟我抱赚喷猪断 有缘分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猪大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